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美国恐怖电影《地狱亡灵七所》 于是就自己独自一人去找出口,结果却碰上了查尔斯 于是两人就一同去找了出口 眼见快要找到出口了,查尔斯却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而另一边保琳娜也突然看见自己已经死去的儿子 正当保琳娜想要过去拥抱她时,却被她突然扑倒 随后保琳娜就明白过来,这只是幻觉,立即逃掉了 而西蒙也回到原先的房间 再一次聚集的三人此刻也都明白,遇到这一切其实都是幻觉 所以他们要赶紧想办法找出口 很快他们就看见日军的日记里记载着 进来的人只有一个人可以独活,并要永远留在这里 等着下一批进来的人才可以解脱 西蒙看完后立即心生歹念,想要独自活下去 于是她打伤了泰勒 而保琳娜见状立即转身就跑,结果碰上了查尔斯 而查尔斯手里正有另一半娃娃 于是保琳娜正要将娃娃合在一起时 西蒙就追来破坏了娃娃,随即又杀了查尔斯 保琳娜见状立即捡起枪,对着西蒙开了一枪 然而此时泰勒赶过来告诉保琳娜,死也是解脱 因为就算独活也只能困在这个洞里 保琳娜听后开枪自杀了 随后重伤的泰勒也离去了 电影最后重枪的西蒙突然好了 她开心的庆祝着自己,终于成了活下来的那个人 但她还不明白的是,其实她永远的被困在这里 而影片开头的那个干枯消瘦的老头就是西蒙 她在不断的轮回,不断的重生,永远的困在了碉堡里 整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完整紧凑 剧情有趣吸引人,是一部不错,值得一看的电影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